最近天气好转 不少人也会把冬天穿的大衣送干洗 但是日本有内科医师市井 干洗使用的含氯干洗剂 是一种会导致肥胖 罹癌 心脏病 还有过敏症状的因子 但对此国内医师有不同的看法 指出其实自来水 漂白水也含氯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是会导致变胖的因子 倒是要注意 衣服干洗的时候会使用到的有机溶剂 有一些有含本环 反而是一种致癌因子 每当进入换季 不少民众都会把大衣绒外套 送到洗衣店干洗 有民众发现通常衣服经过干洗后 都会有一股味道残留 由日本内科医师指出 这是源自于含氯干洗剂 干事情这种干洗剂 是一种会导致肥胖 离癌 心脏病或过敏症状的因子 对此国内医师则有不同看法 含氯的话基本上 最近没有太多的证据来显示说 含氯会导致肥胖或是心脏 血管的疾病发生 因为自然水里面为了要消毒 就必须要含氯 所以如果说接触到氯就变胖 那应该所有人都是很胖很胖才对 其实它主要的问题是致癌 点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含氯的洗剂长期吸入后会导致变胖 但血液肿油科医师代程症分析 干洗最主要的问题是会使用到 有机溶剂来取淡水 而部分使用的石油系溶剂 其实都含有本环 如果没有让它挥发 直接把衣服穿上身 当它接触皮肤后会造成DNA受损 也会导致细胞复制受到干扰 有机溶剂就是致癌最大的一个风险 越难挥发的越有可能 实际上石油类的东西 这个是致癌很大的风险 建议如果要送干洗 把衣服带回家后 不要马上收进衣橱里 可以先把塑胶套拿掉 挂到阳台等通风处 浪晒几个小时 等到有机溶剂完全挥发后 再拿到室内 才不会影响健康 记者 未典展建国 TBOTO 这个系列 做计udi带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